再來關心全臺灣的獸醫師 大約有五千人 指揮中心卻沒有將他們列為 優先施打疫苗的對象 引起了動物保護立法運動聯盟 以及獸醫師公會全聯會等 團體的批評了 他們認為在國外 獸醫是第一類施打的對象 等同於一般接觸 病患高風險的醫療人員 但是在國內卻是疫苗局外人 非常的不公平 現在臺北市政府率先宣布 以專業的方式 將臨床職業的獸醫師 以及助理列入疫苗接種的名單 就在星期六將分時段分流 安排到關渡國中來接種了 預計完成接種一千兩百二十五個人